自然卡片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功能 就是可以自由更改卡片裡面的資料 但在一些無人監管的公眾地方下 這反而成為了一個缺點 你不會想被人偷偷地蓋上卡片裡面的資料 原來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遞了給客戶儲存在他們的電話上 考慮到這一點 你可以透過我們公司的Android AppNFC Touch Plus 去設定密碼 鎖定這張智能卡片 首先在Google Play Store 拍了NFC Touch Plus 打開App之後 把智能卡片拍到電話上 就可以讀取到卡片的相關訊息 向了活動自Protection的版面 選擇Lock Right的選項 輸入四位數的文碼之後 再次把卡片拍到電話上 就完成鎖定 完成再次把智能卡片決定 想解收的話,選擇 Unlock Rice 的選項 輸入你之前設定的密碼 然後再將卡片拍到電話上 那就完成了 問碼會不會有特別的要求? 問碼需要為四位數 或者是數字或者英文字母 請記你的問碼 因為沒有重設或者找回問碼的功能 忘記了的話,你的卡片就會被永久鎖定 而幸好的是,它是不限次數 讓你去估個問碼的 如果智能卡片設定了問碼 還可不可以讀取到資料? 答案是可以的 問碼只是能夠不讓其他人去修改卡片任何資料 其餘功能,例如讀取卡片 這些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問碼會不會被計入智能卡片內存的一部分? 答案是會 智能卡片只能儲存200個字位的數據 而當中是包括問碼的 智能卡片會不會被人入侵? NFC智能卡片是由新片造成 不會連接到網絡 理論代表了 其他人除了要在一定的距離拍卡之外 不可以用其他方法去連接到卡片 由於他們可以無限次數地去估問碼 其他人是有可能會撞對個問碼的 但即使他們估到的問碼 可以做的是 其實都只有收過你卡片內的資料 不記得了問碼要怎麼選? 卡片將會被永久鎖定 會不會有提示去抓活或者從前問碼? 但仍然可以讀取卡片 只是不可以修改內的資料 想知道更多與NFC有關的資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新片啦 訂閱跟樓價 유 disastrous 限段 指標 FEIT